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多在轮廓公屋的基层市民 挨贵租住劏房面对贫困和社会孤立的状况 不懂得运用社区资源容易跌入贫穷的恶性循环 社联近年积极推动为有需要的街坊提供过渡社会房屋 除了改装旧楼空置单位 都尝试运用私人发展商和政府的限制土地 牵纳更大量的过渡社会房屋 改善街坊的生活质素 南昌街项目是第一个使用组装合成建筑化的过渡社会房屋 筹备过程中难度甚高 但有很多好处 包括建筑时间快 可以搬到其他限制土地重用 所以可以節省金钱和更加环保 南昌220获得关爱基金资助购买及兴建组合屋 恒基兽业地产集团借出土地 项目楼高四层 可以提供89个一至三人的组合屋单位 单位面积由130到293平方尺 唯有明确过渡性房屋需要的家庭或者单身人士 解决居住问题改善生活质素 每个单位都附设独立洗手间和浴室 配有抽气线和电热水炉 每户都装有冷气机 亦有使用电热水炉的主食空间 配偷和公共房屋相近 这些主要是一个个箱体来的 它的结构上来说 是用了钢结构加了混凝土石屎板制造出来的 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钢结构相对于石屎来比较轻 我们的地基亦都可以提供不需要一个这么重型的地基 建筑时间亦都会短 很多朋友曾经就说 这些是货柜屋或货箱 大家看到它其实不是一个货柜 只不过形状似货柜 这个组合式的特别地方就是 它可以逐个箱体分离 我们可以在另一个地盘里再继续 将等楼还原出来 或者做一些轻度的改变也可以 组合屋采用防水防火的物料建造 相体之间的接缝 亦做了相关的安全处理 单位和单位以及外墙之间 能够做到隔热隔音 在顶层单位上安装了金属製的斜面屋顶 形成了一个能够通风的空间 为上层单位提供更好的隔热效果 而在下雨的时候 亦可以作为遮挡雨水的第一防线 我们的结构都是根据屋乳柱法例的要求 是可以有一个50年长的寿命设计 而这些设施 我们是蓄意把它放在屋外 令到整座楼来说 我们可以提供尽量多的住宅单位 在保养上面 我们是希望做到尽量减少对居住者的骚扰 所以你会看到我们的主要排水喉 或者供水喉都是在外面 这个方便了我们建造 也方便了将来维修 对住在这里的朋友的影响也是最少 我们希望在这里住的朋友 回到家舒适开心 我们很感谢蔡买会慈善信托基金捐助 推行造房租社社区营造先渡计划 我们很高兴委托东华三院成为营运机构 为住户提供支付 以共享经济为服务理念 让住户可以共享物品 共享技能和共享时间 协助住户提升生活技能 意识社区资源建立网络 同时可以一起贡献社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养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